原标题 美无人机挂弹偷袭三分钟内被俄军防空导弹打成碎片 先动手再说 赫梅迷目控军基地赫达尔吐斯 海军基地 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 每一两个永久性军事基地 两个军事基地与美军在中东拥有近百个军事基地相比 根本不算什么 但即使这样 美国还是把俄罗斯这两个军事基地 看成眼中钉肉中刺 想把设法对其进行袭扰攻击 其目的就是迫使俄罗斯撤销这两个军事基地 放弃在中东所有利益 美军虽然没有亲自动手 但却积极为非法武装分子提供各种武器装备 对这两个军事基地不断进行挑衅攻击 据统计 从今年1月6日出架无人机 携带自制炸弹偷袭俄罗斯赫梅迷目空军基地开始 截止到目前 该军事基地已经遭到了近十次 携带各种炸弹无人机攻击 这些无人机虽然都被俄防空导弹系统发现并击落 也没有造成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但为了防备无人机偷袭和保证军事基地正常运转 也牵扯了俄军很大精力和兵力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是莫斯科8月13日点 俄罗斯驻利亚冲突各方条件中心主任 齐甘科夫在新闻报布会上表示 俄军8月12日在俄州赫梅迷目空军基地附近击落两架恐怖分子的无人机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齐甘科夫说 过去的24小时内俄军和梅迷目空军基地的防空雷达 发现两架无人机 该无人机由飞罚武装组织控制的伊德利布将其缓解军起飞 俄防空导弹系统从发现目标到发射导弹击落仅用了不得三分钟 俄军出和梅迷目空军基地负责人呈 这次击落无人机并没有和以往一样 真别是哪帮那空中飞行器后再采取行动 而是直接开火把无人机打成了碎片 并称 不只是这次 今后如果发现不明飞行器靠近和威胁到该军事基地 都将直接开火击落 先动手再说 因为这些无人机 虽然是从非法武装分子控制区域飞来的 但从前几次击落产片上看 这些无人机却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的 虽然为了掩盖事实动了手脚 但从编码和配件上还是很容易诊别出来的 既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偷偷摸摸不敢承认 那就不要怪俄罗斯不讲情面了 巨峰评论2018年8月13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